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 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如果川普在2024年当选会怎样影响美国移民政策 那么我们知道刚刚过去的是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 过了这一段时间预选 现在看起来美国大选在2024年还是民主党的拜登和共和党的川普对决 川普在2024年当选美国总统的可能性还是都存在的 如果说川普成为总统在2024年会对美国的移民政策有什么样的影响 很多人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来讨论一下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川普在2016年当选 然后此后四年是美国总统 在那个时候他推出了什么样的法案法规政策这样的变化 怎么样影响到了美国移民制度 那我们知道美国移民法是由国会来决定的 所以归根到底主要的移民政策需要美国国会通过新的法律才能影响到 那么在当前的情况下 移民包括合法和非法的可能尤其非法移民 所以叫无证移民 他们是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下的一个热门的问题 所以很有可能总体来说 这个移民政策在一定情况下会收集 那么川普在上一次担任总统的时候 提出过很多要改变移民法的 比如说职业移民要改成打分制 还有说要废除出生公民权等等 但是这些都没有能够实现 因为国会并没有配合 后来川普就改用总统令提出了一些限制 比如说对于来自某些国家 主要是在中东的不发给他们签证 然后对于中国我们知道有10043 这个现在还在使用国防妻子等等 其他学校的要取得签证比以前更难 川普要说要修这个墙嘛 但是大部分的没有修起来 然后还有就是说H1B工作签证 增加了更严格的审核 批准率降低了 还有就是绿卡申请IS-85 当时要求更多的在批准以前 有在移民局办公室的面谈 还有就是所谓public charge 这个公众负担问题 在美国境内申请IS-85 或者在美国境外办理移民签证 都要另外填写表格 那么这些是川普在移民方面 主要的一些影响 那在他下台以后 大部分这些政策都被废除了 还保留的基本就是这个10043 中国学生办理美国签证这方面的限制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主要的这些限制 是对于在美国境外办签证的人 如果人已经在美国境内 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 这个叫Due Process 即使是总统能够影响到的 相对来说也就更少一些 那如果川普重新当选 那预期可能更多的限制 是会对于所谓非法移民 或者叫无证移民像这样的 当然合法移民也会受到影响 那什么样的影响呢 比如说像我们前面看到 绿卡申请可能会有更多的背景调查 面谈 工作签证也可能更难批准 还有所谓公众负担 限制 要求 表格 也可能会卷土重来 那除此以外 也可能还有其他类型的限制 那怎样来应对呢 几方面 首先像我们看到的 那美国呢 它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 移民政策呢 主要要由国会来决定 那此前呢 移民法实际上呢 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总统令呢 有的也被一些法院叫停或者取消 或者改变 能够影响到的呢 更多是美国境外的 对美国境内呢 也有一部分影响 第一 那么影响并不是那么大 第二呢 那当然从这个未雨绸缪的角度 啊 以及呢 我们看到 因为全世界的变化 动荡 经济原因等等 那么有越来越多的人呢 申请美国的绿卡和各类签证 所以从这方面呢 如果你希望申请顺利批准 较早批准 较快批准 还是应该更快的采取行动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讲到的是 如果川普在2024年当选 会对美国的移民政策 有什么样的变化 影响 那如果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